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昨天我聊过一个艳品 就是各种艺品古董之类的艳品 就是纺织品 有那个年代的纺织 有那个材质的纺织等等 还有名家作品的纺织等等 这些东西 我聊到艳品就会想到收藏 因为艳品是针对于收藏的 把玩收藏这些东西 那我就想到有一个 有四个字叫玩物丧志 所有的那些长辈们都会这样讲 你收藏这些东西 处心积虑去花钱 存钱去这样投资这个方面 然后都会痛骂 就像那个夫妻反目 父子反目都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不一样 只有收藏家跟收藏家之间 才会臭味相投 就这样讲 那我个人认为 玩物丧志这个四个字 可能那个丧志要改成什么 玩物养志 培养的养 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很鲜活的例子 就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有那个新闻媒体 曾经访问过那些游民 也访问到游民的成因 还有人专门公共电视 还专门做了专辑 就是访问这些游民 很多游民 他晚上睡在那个火车站 露宿 但是呢 他白天的时候 他会在那个公共厕所里面 那个梳洗完毕之后 换上西装笔挺的 然后出去 拿着公事包出去 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有的人就讲说 他事实上 他没什么工作可做 他让他为什么 每天都要搞得 这么整整齐齐 像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样子呢 实际上如果 后来人家访问到 那个人 那人说他以前 他以前是大老板 他穿这身行头已经习惯了 他习惯于他的 以前他的衬衫是要送洗的 送洗一定送洗 西装也是 现在没有钱了 那他也不洗 但是他保持干净 他白色衬衫 他就在那个公共场所洗 他很爱干净 然后他也要维持到 他那个 因为他想认为说 迟早有一天冬山再起 哪怕他六十七十八十 他还有冬山再起的机会 当然了 这个游梦最美 希望相随 有希望就可以活得下去 另外有一个游民非常特殊 他推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车子 车子上面所有家当都有 从夏天的衣服到冬天的衣服 被褥什么 看起来脏脏脏的 可是他在那个 他的推车上有一个百宝格 百宝格就是古董的一种 用金字的木做 做的一个架子 上面放很多的那个古董 他那上面放了 放了几个紫砂壶 一看那个紫砂壶就知道 这个紫砂壶 那个造型不俗 应该是出自明家之手 然后我就跟这个游民聊天 我说你是行家 你那个可能是顾锦州之类的人做的 他说比那个早了 我这是明代的 我一听到明代的吓一跳 我说你这个漫长毁道也容毁营 他说我还什么漫长毁道 我就躺在这个车上睡觉 东西就是放在我的床头 我随时拿起来把玩 我说你不怕被人偷吗 他说我不怕 因为我连厕所都没上 我死守了这些东西 我在想说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一无所有的时候 居然还要守着那个紫砂壶 让我觉得非常费解 讲到紫砂壶就想 我所有朋友里面 大概没有一个人不收集紫砂壶的 台湾男人有两件文人雅士 一个是会喝酒 第二个是会喝茶 会喝茶之后 他就自然会养壶玩壶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说你跟他聊那个紫砂 有的人他说很多人收集了很多紫砂 我拿起来看全都是赝品 但是我不会告诉他那是赝品 我只让他自己继续在梦中 活在梦中会比较快乐 因为你聊紫砂 你就会聊到深入 比如说阳线 比如说孟城湖等等 那我这边有绣过那个香港紫砂壶博物馆的那个纪念册 那我的老友他说你那本我也有还有下册我也有上册我也有 我当时只买到一册还不是下册还上册忘了一直保存至今我这边的紫砂的书有一大堆 也因为玩壶的关系所以我去学陶艺 那我学陶艺的我是1955年出生的今年66岁 那我玩陶艺的那个时间哈 那个哪一年我记不起来 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我当时做的那个陶艺作品要拿去摇烧 因为我们那个课堂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摇 那老师要集中所有的那个同学的作品通通放到里面去摇烧 是电摇 摇烧要很久时间 那如果你时间错过的话 他就他就封摇了 因为你要摇烧要慢慢先加温 把盖子打开加温 然后等到温度到一定之后他才把盖子合起来 然后锁紧 锁紧之后就一烧就要烧到大概 大概48小时吧 大概烧两天 然后之后他要慢慢慢慢在摇里面慢慢降温 不然那个一接触空气他就会碎掉 那个皱冷他就会碎掉 所以你必须在摇里面降温 从那个外面看那个窑里面的温度 看到跟常室温一样之后 还要再把那个盖子打开之后 撑起来让它再继续散热 继续散热散到完全常温之后 最后再盖子打开之后 然后才拿东西出来 所以时间很宝贵 因为这个自己我本来还自己想要摄摇的 我以前有露炉 手拉胚的露炉 那我的关于陶艺部分 我另外有一集我放在下面 你可以看看我的作品 跟我的那个嗜好 还有紫砂壶我也放在下面 各位可以点开 我都聊过了 刚讲到我学陶艺的那个年代 就是那一天去烧摇的时候 因为下班以后我去上课 那敢去要送作品去烧摇烧的时候 那天突然那个马路上面 那个大量的警察封路 然后有消防车在那边 我以为发生什么重大火灾还是什么 后来才知道 因为我要绕很远的路去那个陶艺教室 那我还在骂的时候 骂骂烈烈第二天我看报纸 当天晚上新闻就有 那个明定就是那个美丽岛的那个 一个叫做郑南荣的 他办一个杂志 当时被那个被被被被当局查禁 要用其他什么什么名义吧 反正他就自焚了 就是自焚那天 因为我要到陶艺教室 我必须经过原来那条路 那条路整个马路都封 那个区都封 封闭起来了 害怕暴动吧 郑南荣自焚那天 就是我要烧窑的那天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好 那我们再说回来 我其实我对这个紫砂壶也是情有独钟 实际上我开始玩这个紫砂壶的时候 20多岁 那时候有赚钱 那我以前对紫砂壶也不了解 我父亲是不收集任何艺品的 他对艺术是绝缘体 可以这样讲 那我母亲绣花什么 那我父亲是 他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吃东西是实际的 营养 吃到肚子里去 所以他很会做菜 我父亲很会做菜 我母亲很会吃绣 绑织这些东西 两个人是走集的 我父亲手脚非常快 因为他医生 可能因为外科手势 急救等等的经验 尤其是军医嘛 在战场上经历过的人 所以他手脚非常 动作非常快 力索 那我母亲因为他要构图 要刺绣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慢工出细活的一个典型 这样子的父母 刚好生下我们的孩子 这个有个半 有的人是承袭了他的 我母亲的那个 那个美术工艺的那个才能 有一些人承袭了我父亲的那个 快速的那个 果断的那种那种精神 我刚好两者优点都有 那刚刚讲的那个紫砂壶 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就是 当时大概二十六七岁吧 那个在赚钱也不多 但是我看到那个台湾有一个 那个天人名茶 就是卖茶叶的一个台南天人名茶 天人名茶他做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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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报纸那样子的一个单色印刷的一个 一个像报纸那样子的一个杂志 摊杂志还谈不上 他是一个打开就是一张报纸那样子的 折叠起来然后印刷给你 用印刷印刷品的方式 那个油费非常低 但是你只要去天人名茶买过茶叶 他给你登记你的那个客户资料之后 他就定期寄给你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天人名茶器来的时候 我一看上面开始介绍这个茶具 在天人名茶那个那一份 那个所谓的杂志还没有开始之前 台湾的 我就从小就看到那个木匠 在用那个紫砂壶在喝茶 他是用吸奶嘴方式的吸法 紫砂壶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砖头式的 这种这种茶具太太古朴了太美了 可是你你你你没办法碰到他 因为那个是木匠他自己一个人在喝 而且那么多茶叶我想那这个不浓死了 那我们先附他们喝 那时候喝的是香片 用透明玻璃茶杯 然后那个泡香片茉莉花香片 香片的那个茶叶喝起来不太有什么 不咋地了 可是我看那个木匠他喝那样子 因为木匠的工资高 而且他的工时是自己控制的 他给你承包什么工程的时候 他如期完工 他做不完他做到晚上他也会继续做下去 但他通常很容易控制他的时间 但他的享受跟泥水工不一样 泥水工要喝冰水 他喝那个茶热茶 用那个紫砂壶 我记得很清楚 我猜想他那些茶壶被他 因为养糊涂关系上面有茶购 可能都是明朝的 因为台湾以前这种紫砂壶 以前台湾人没有炒作之前 他是一个日常名家的日用品 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门七见四谋 可是经过台湾人炒作 开始炒作的时候 就是天人明朝开始在那个 他的那个杂志开始介绍 当时台湾有一个姓施的 一个观光文化大学观光系 毕业的一个姓施的先生 他是观光系毕业 他在天人明朝跟天人明朝合作 做了一个陆语茶艺中心 在台北西门町 不是西门町 在那个南洋街那个附近 那就是由他主编这个杂志 那我从那个单色印刷的这个 用过往网版印刷的 那里面他有介绍这些孟城湖 什么都是名湖 那时候就表示有人收藏这个东西 台湾有人收藏这个 我看那个造型非常的美 因为我从小就看过 那个木匠用那个紫砂湖叫喝茶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紫砂湖 然后当时因为开始炒作 所以大家就很多的那个灌浆的作品 而且又开始推销这个喝茶的方式 老人茶 后来叫做功夫茶 最早以前叫老人茶 因为老人有时间嘛 然后那些小杯子啊 小湖啊 还有那个茶 茶海等等 然后还有文香杯 一直发展起来 那茶盏等等 这些东西 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商品研究 研究发展 工业设计 商业设计的人 都专业就是这个 做的很成功 那我那时候就 每一期那个 我都把它收集起来打洞 然后用绳子穿起来 像那个 像那个 那个 现装书一样 我把它整个收集起来 结果奇怪 有几期我没收到 我就问我父亲 我说 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有人 寄个杂志给我 我父亲说 没有 谁会寄杂志给你 我父亲一口 一口否定 我当时就想说 不会吧 我就 我就打电话 问天人民茶 天人民茶说 那个你有资料 我们都按其进来 没有停刊 都有记 结果有一天 我在 我在家里 在那个垃圾桶里面 我发现到 我的那个杂志寄来 连那个 连那个 连他那个 胶盒的那个 那个 那个部分 他都没有撕开 就直接拿那个 在桌上 把桌上 那个水测 什么东西上 一扫之后 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 还是完整的 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说 这个杂志是寄给我的 你 你应该尊重我 你应该把它 把它 丢到我的那个房间 让我看 结果 我因为 我因为争取我的 那个自由 争取我的这个权益 我父亲突然暴怒说 这个家是我的 我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不服气的话 你给我滚 滚 滚 一个字 滚 我当时 当时很 觉得说 因为我们已经二十多岁了 应该要自立了 很多人跟我那个年龄 可能都结婚了 都有小孩了 那我还在玩这个 还在玩这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因为那个是纸上的纸杀户 还没有玩到 那个买不起 有时候你可以看地摊上 有在卖这个东西 可是你那个价钱都非常添价 非常 那时候就有人 走私这个湖到台湾来 所以地摊上非常多 现在二十多 跳槽市场也很多 那实际上有一部分 不是名家湖 但是他是名家的徒弟做的 确实是这样 可是因为他的价钱是乱 乱七八糟的 还有一些那个跳槽市场 是人家那个 玩湖的人死了之后 家人根本不知道 就把这直接拿当废物处理 然后被那些人捡到 捡到之后 他也不知道这个湖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价位 就乱开架 所以那个跳槽市场 那个湖也不能买 再来他的卫生什么 各方面都不行 凡此很多问题 后来我心里想说没有错 我喜欢美术工艺 而我父亲不喜欢 那这个是我父亲建立的家 他讲教我 教我说 你如果要 你要玩这些东西 你就给我滚 我就真滚 就滚到台北去了 然后我就 有钱了 那是台北更容易看这些东西了 古玩市场怎么去逛 我就开始买了 就开始买紫砂壶 收集紫砂壶 而且很多书 这些书都还在 我说过台湾的男人 文人雅是两件事情 一个会喝酒 一个是会喝茶 那会喝茶 就会玩壶 但他不一定懂陶逸 也不一定懂得更深入 可是我玩壶的主要目的是 我希望我能够亲手做 我收集木雕制品 那些雕塑制品 也都是希望我有这个手艺 我想陶逸也是一样 因此后来我就学了陶逸 我三十三十二岁吧 成家有小孩的时候 我才去学了陶逸 晚上下班之后就学了陶逸 那结果我就收集了很多很多个紫砂壶 然后先凶那个时候 他也收集了很多紫砂壶 所以我们在一起 常常在一起喝茶 他就拿出他的那些茶具来 然后玩壶 他也有很多朋友也在玩壶 我刚讲过嘛 台湾男人最喜欢玩的就是紫砂壶 所以后来他从台北搬回我们老家的时候 带了那些壶 我父亲本来想全部把它砸掉 砸碎 我父亲就是这样 因为脾气非常爆裂 所以你要收藏什么东西 你必须自己收好 你不要告诉他 也不能让他看到 尤其是你觉得什么珍藏的东西 他不管你珍不珍藏 就是这样 那后来我这个学了陶逸 那陶逸在下面 那我就想到说 在颠沛流离的人 他仍然舍不得他那个壶 但是我刚讲过说 我学陶逸主要目的是 想要设计陶逸的作品 不管是容器还是雕塑作品 那我很喜欢玩这个 玩泥巴嘛 因此我就 后来这个 因为 因为觉悟说玩物丧志这个事情 因为你家里有这个宝物 你的孩子很小 他可能要玩这个 啪啪一下子给你砸碎的话 难道你们父子父女之情就此决裂吗 虽然心痛 但是他毕竟还是有亲情嘛 那你要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唯一的方法就是 赶快把你的宝物 放到保险箱 去租个保险柜 放到保险箱 或者 就不要放在家里面 放在其他地方 但是 在其他 你没有钱买其他地方 你就干脆放弃 把它 弄到市场上去流通 或者送给好朋友 跟你一样珍爱这个宝物的人 那些古外市场 那些人不一定珍爱 他可能做生意 所有艺术品都是炒作洗钱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自画 所以后来我就 我的胡同都散掉了 那留下来的那个胡都不是名家的 我有朋友 他是 他是 收集了一大堆的古外 昨天他也卖茶叶 然后他也有很多的那个紫砂壶 但是要聊到紫砂深入的部分的话 我想 就像故宫博物院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造办组 造办组所有的那些 故宫所有的那些 那些 那些古物 通通都有 都有复制品 甚至于那个复制品做到好到什么程度 展览的是复制品 而增积在仓库里面 这个很多人都说 这个展览 那是 那是宴品 宴品 真品在仓库里面 因为真品太珍贵了 拿出来 你光是那个 拿进拿出来 来展开来等等的 都会受损 他经不起那种受损 就拿宴品 那我讲过 其实像这种东西 我个人认为他的记忆的传承 才是重点 而且造型 因为所有的名家 他们以前造壶都是巧夺天工 他不会造一个模子 然后造一个壶 然后用翻模的方式 不管用矽胶模 还是用什么灌浆模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不断的复制 那以前这样 中国大陆那些大厂 纸商户大厂 像比如说顾锦舟 他有徒弟 他有女徒弟 然后顾锦舟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所以他的女徒弟 等于是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 羊子 羊女一样 那他那些徒弟就是他做原型 然后那些人来仿造 仿造之后 他在顾锦舟再来指点 这边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 台湾很多人收集顾锦舟的那个壶 顾锦舟本人来台湾的时候 当场说这都不是我做的 就都是赝品 简单讲都是赝品 这就让我想到说 我刚讲说玩物养智的意思是什么 他其实是一种生活美学 你看一个一个艺术品拿到你手上 不管是雕塑还是 还是紫砂壶还是什么 还是玉啊什么 这些都是工艺品 都是人家手工做的 你拿起来天天这样把玩 让他那个造型什么 就你就吸收到身体里面去 这是创作 所以艺术家自己一定是一个收藏 因为他常常要观摩 光观摩还不行 要把玩 要把玩 要亲手去触摸 因为这个东西是针基 是那个工匠他亲手做的 虽然这个工匠可能早就死了几百年了 可是你在把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仿佛跟那个人的手跟手碰在一起 心跟心连在一起 这就是生活美学 我个人认为说 所以叫做玩物养智 因为它有很多细节 你在把玩当中你就会发现 因为很近距离的观察 还有触摸之后 你发现到他的降薪毒孕值处在哪里 然后他当初的构思是怎么样的 等等的你都可以回溯 因为人的思想跟他的感情是一样的 这就是古今产生共鸣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了 从紫砂壶 几个人对紫砂壶的看法 那我这边还有几 还有各位数字的紫砂壶 算是不错的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在用 我平常用就是迟的 如果不幸不胜摔坏了 或者摔缺口了什么 那也就拉倒了 那个没有什么心痛的感觉 因为那个大部分都是灌浆做的 那个湖盖跟那个湖声是没有那么严丝合缝 紫砂壶做的非常精美的时候 他如果不管是他那个湖盖是六角形八角形的 他做追度 你把它放下来的时候 那个气被挤出来的感觉 非常的美妙 你就知道他那个紫砂的精密度 跟那个前功一样 跟前功 前功那老师傅做出来的东西一样 前功是用挫刀挫 挫铁的 那他做出来的精度就是那样 用手工做的 一个泥土能够做成那样 所以你真正 其实真正你在把玩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从中间吸收很多很多的知识跟技能 他就是你的 这些古物就是你的老师 因为这些古物是那些前辈创造出来的 那我个人对那个什么炒作古腕这些东西 我是不削一步 也嗤之以鼻 我认为我玩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吸收前人的经验 跟每天在把玩的时候的美感 生活美学 以上 吴忠诚跟各位分享 玩物养智 谢谢